安妮是江城市的一名检察官 在领导的部署之下 她与同事 彭也要动身前往A国巴塞执行任务 目的是拿到境外诈骗集团的内部文件 作为卧底的张宛如 已经在犯罪集团身居要职 由于情报数据量太大 如果通过私网进行传输的话 暴露的风险会很高 所以张宛如将装有资料的储存卡 放入到经常佩戴的一个绿色发卡里 试图在明天出去购买食材的间隙 与街头人碰面将资料送出去 而犯罪集团这边已经有所察觉 头目李全在接到幕后老板的指示后 开始进行内部排查 因为知道内鬼会在明天有街头行动 所以要求所有人员静默 禁止外出 以此来揪出那个人 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 张宛如思考后 还是决定出去碰头 只有这样才能挽救群众的财产安全 让同事们尽快端掉这个窝点 张宛如提前和后厨陈叔打好招呼 明天提前一小时出门 采购结束后 他让陈叔去打打麻将放松一下 自己就趁这个空隙时间去传递情报 结果第二天 大院的门就早早锁上 要求所有人不准进出 张宛如去找李全询问情况 想着外出采买食材 但被很坚决地否定了 张宛如也不能质疑外出 这样很容易引起李全的怀疑 不过他还是找到一个时机 在得知李全今天出门的消息后 他假借一些理由 和老五打了声招呼 便带着陈叔外出了 没多久 采购食材的事情就结束了 张宛如让陈叔去麻将馆休息 声称自己也去转转 可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刚刚离开 陈叔就将消息告诉老五 李全也在第一时间就得知 那鬼是张宛如 于是安排了两人暗中跟踪他 安妮和彭也在咖啡厅等了会儿 终于看到张宛如的出现 不过他们也觉察到有人在跟踪 彭也故意将咖啡撒到黑人身上 以此作为掩护 顺利让张宛如将发卡丢在安妮脚下 可还没等安妮 他们走远 完成任务的张宛如就被车撞上 倒在了血泊之中 无奈的是 他们两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不能赶上去抢救一下 两年后 经过调查和梳理 李全的那个境外窝点被查封 在审讯的过程中 她也将之前雇凶杀害张宛如的事 共认不讳 并且还获知到更有价值的线索 李全并不是幕后老板 而是另有他人 为此 723专案重新启动 安妮被选入到专案组当中 出席第一次联合会议 我觉得我们可以对李全 开始进行一次吸引人的轰炸 争取从她这里找一个突破的口 追查到网A 何元 你什么意思 两年前我们就怀疑张宛如同志的牺牲 有问题 你用了两年的时间 证明了当初我们的怀疑 原来张宛如生前一直喜欢何路元 但她是个工作狂 全身心地投入到案件当中 就一直保持着距离 当她听说张宛如因公牺牲后 内心受到不小的冲击 当时她就质疑该起案件 但是无奈 证据没有形成闭环 只能将死因定性为交通肇事 就在会场陷入止步不前的时候 何路元接到一起案件 不得不临时离开会议 她向领导们表态 一定会全力支持后 转身就离开了 何路元受理的案件 是原方方开车坠僵案 经过调查 车辆的刹车片被人动了手脚 而且在尸检报告中 也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 又是原方方的胃中 并非医生所开的常用药 带着疑问 何路元等人去到原方方家 还没有走进家中 他们就透过窗户 看到她老公朱星在看喜剧片 此时此刻 朱星并没有表现出 失去爱人的悲伤 反而却很潇洒 这让何路元很是怀疑 另一边 会全集团出现了公关危机 不仅涉及到员工 施小虎官司的社会舆论 并且在新品会播软件的发布会上 有人黑进了网络系统 大屏幕上出现黑客组织的人 大喊会全集团骇人 还放出了施小虎的照片 这让身为记者的罗小婷 是关注 也在跟进有关会全集团的事件进展 罗小婷的父亲罗江孝 是法律学教授 也决定加入会全 帮他们处理这次公关危机 罗小婷希望父亲 在临近退休的日子 不要烫这趟浑水 避免被裹挟进去 直至最后晚节不保 罗江孝听了女儿的话 表情有些不自然 没几天 罗江孝与会全集团的老板 尹会全见了面 由于集团庞大 他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 处理对外的公关 所以他明码标价 用两百万高薪聘请罗江孝 这让罗江孝有些不知所措 感觉自己的身位不值这些钱 但是尹会全却表示 他配得上这样的代理 就这样 他们共同举杯 庆祝彼此的首次合作 你们是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连人留 那你就别怪你北爷跟你玉石俱焚了 白白了 何路远故意向朱星提到了张建华的名字 因为根据袁方方的通讯信息 确定就是张建华约袁方方到的云顶山 他虽然嘴上说着不认识 但何路远通过他的微表情 和一系列肢体动作 心里早已确定朱星有着重大嫌疑 没多久 何路远将朱星带回队里审问 并将所有证据移交给了检察院 由安妮提起公诉 两个人因此也重新有了交流的机会 陈永刚的老婆汪小娇是安妮的闺蜜 而肖木恩是陈永刚的部门领导 为了撮合安妮与肖木恩 晚上将他们叫到家中一起聚聚餐 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汪小娇聊到了陈永刚之前赌球的事情 肖木恩作为领导 也劝他千万不能沾上赌博 而陈永刚表面承诺 自己已经感谢归正 可下一秒就找借口跑到卧室继续赌球了 这一切恰好被进屋 找他的汪小娇看到 汪小娇开始哭闹 真的是恨铁不成钢 还好有安妮和肖木恩在 才劝住了两个人 第二天 陈永刚欠下高额赌债的事情 被传到了工作群 部门内都在背地偷偷地议论着 一位同事给他看手机上的消息 他知道自己的那些是暴露了 他无法接受现实 准备跳楼一走了之 但又没有勇气跳下去 最终还是灰头土脸回到办公室 知道情况后的肖木恩 借此机会 当着同事们的面位陈永刚解释 称那条信息是假的 目的就是扰乱团队的凝聚力 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这件事 更不要对陈永刚另一个看待 陈永刚很惊讶 本以为会因此丢掉工作 哪里想得到肖木恩能够帮自己说话 他非常感动 也答应会彻底见 另一边 慧全集团收购了绿波公司 这也让公司的市值水涨船高 施小虎的好友张小北 看着这样的消息 异常愤怒 他决定要为兄弟报复慧全集团 第二天 张小北在直播平台上扬言 要以跳河的形式与慧全抗衡 并且将慧全的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在直播间公布 随着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 慧全高层也注意到这场直播 同时密切关注事态的走向 可悲剧还是发生 张小北竟然真的跳了下去 跳河事件再次将慧全 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尹慧全不断给赵继凯施压 如今接二连三出现了 太多不利于慧全的事情 尹慧全已经逐渐对他失去了耐心 何鲁源接到消息后 立即赶到张小北跳河现场 应急队正在全力搜救 但桥下的这片区域已经全部摸牌 就是没有结果 何鲁源想了想 直接脱掉外套 从张小北跳河的位置 一跃而下 面对接二连三的负面舆论 尹慧全安排罗江孝救场 碰头会上 罗江孝针对跳河事件 提出了专业的危机公关处理方案 对直播过程中 煽动跳河的键盘手将其账号永久封停 并使出颠倒黑白的手段 控诉张小北 使慧全集团蒙受舆论压力 赵继凯等人听闻后 对罗江孝提出的解决方案非常满意 回到家后 罗江孝却意外发现 女儿罗小婷在撰写慧全集团的稿件 他非常生气 责令女儿立即停止 以免招惹到不必要的麻烦 罗小婷很诧异父亲的行为 原本维护正义的父亲 如今却为何未首未脚 他不想向权贵屈服 坚决发表这篇文章的 罗江孝拗不过 只能妥协 但是叮嘱罗小婷用新号发布 另一边 安妮在庭审的现场遇到了麻烦 朱新的律师以未开搜查证为由 将搜集到的证据认定为非法证据 同时让本案的重要证人林霜出庭作证 这让安妮措手不及 她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审判长考虑到 该起案件为刑事案件 必须形成证据闭环 最后做出了延期审理的决定 朱新被带回看守所继续关押 因为张小北的事情 七二三专项会何禄元迟到了 白照喜应有事提前离开 临走前对她进行了批评 何禄元也深知自己的行为 导致安妮在公审中陷入被动 为此她偷偷写了张纸条道歉 安妮又回应 她也刚刚得知 张小北是张婉如的亲弟 但是安妮给她倒了一杯水 何禄元欣慰地品尝了几人 休息时间 安妮和何禄元从会议室出来透透气 原来他们两人都认知张小北 在发生跳河事情后 安妮能够理解何禄元的心情 她向何禄元透露 张小北的名字在七二三专案中出现 所以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她 那个 是小虎给世皇网站打赏 但是用的不是汇博的账户 世皇网站 小北的好友楠楠告诉何禄元 称自己在他出事之间见过一面 只说了在他不在的时间里 替他照顾好父母 但其他的信息并没有透露 大男虽然是个小混混 但本性不坏 何禄元掏出一百元让他吃饭 希望他学点好 安妮通过这个举动 觉得何禄元很接地气 为此两人也聊了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之后的几天 何禄元先是找到施小虎的母亲 从他这里看到一封装着钱的信封 署名虽是张小光 但他看过之后 很笃定 这就是张小北的自己 然后他又去医院看望小北的父亲 在他口中得知小北说自己要出远门 从那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这时何禄元接到安妮的电话 他们殊途同归 一致觉着张小北在向外界作戏 他根本就没有死 何禄元和安妮认为 施小虎案件和张小北跳河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件事的矛头 均指向慧群的游戏 并且经过调查 发现小虎生前曾经给涉谎网站打赏 这让大家都很迷惑不止 另一边 郭俭认为如今的网络直播是种趋势 于是他决定 让安妮不定期地进行普法直播 在一次直播时 正巧被詹阿姨看到 他觉着儿子施小虎的案件有希望了 于是他来到检察院申诉 跪在门口 引起路人的注意 果不其然 郭俭得到消息后 带着王安妮等人去见詹阿姨 詹阿姨看到安妮后拉着她 希望她能够全程负责自己儿子的事件 郭俭没有办法 只能让安妮参与到其中 安妮让同事调出诗小虎案的庭审视频 视频中很直观地能够看出 胜诉的可能性很小 毕竟将刑事案件归咎于网络游戏 很难证明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 之后 她又来到詹阿姨家中 拿到目前所有的证据资料 希望能够尽最大努力帮助她 考虑到慧全是市里的明星企业 需要照顾地区的营商环境 郭俭将安妮叫到办公室 让她先对詹阿姨和慧全 进行私下协调 安妮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并将协调含发至慧全这边 李一堂收到信函之后联系安妮 但是安妮要避嫌 没有接她的电话 打算等事情结束后 再和李一堂见面 距离诸心杀妻案开庭时间 只剩八小时 安妮决定再次对诸心进行突审 起初诸心的抗拒心理很重 她只相信自己的律师 于是 安妮和同事相互配合 采取心理战术 目的就是让其供出杀妻动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 当诸心觉察到 可能自己是被人设计后 导致一步步杀害袁芳芳 她终于突破心理防线 交代出自己 因为赌博欠下巨额债务 并且 安妮也得到一个重要线索 网络赌博的 Airp教会全贷 她与同事很惊讶 哪里想得到此事 竟然与汇权集团 有着千丝万语的联系 安妮将手头上所掌握到的信息 同步给了何璐元 杀妻案的庭审正式开始 何璐元作为证人按时出庭 不过另一个证人凌双的证词 将矛头直指 袁芳芳的堂弟元旗 理由就是 老人财产分割 手脚的人就是袁芳 于是安妮申请休停30分钟 第一时间请袁芳来到现场对峙 审判长支持了安妮的建议 在休停的空档 安妮让同事调取到凌双的朋友圈 发现她在案发时间喝过酒 所以 根据这一点 完全可以推翻凌双的证词 并且根据庭中袁芳的描述 凌双当时看到的球衣 是袁芳落在袁芳芳家的 事发时间 她早已离开姐姐家 眼见事情越来越清晰 朱星当庭认罪 供述出自己那晚的所作所为 随着近期网络诈骗的盛行 检察院和公安局决定 将朱星提供出的赌博案 并案调查 安妮和何路元 再次被抽调到专案组 而本以为改邪归正的陈永刚 却又趁着汪小娇熟睡的时候 偷偷联系上线 开始了赌球 施小虎案参照法定程序 公开举行了听证会 安妮会前对詹阿姨说道 该案的最终结果 很可能不会有什么进展 如果想查出施小虎的死因 是否与沉迷游戏有关 最重要的 还是拿到她的游戏账号 从中得到一些必要的证据 最终安妮和闺蜜李一堂 在听证会中对峙公堂 安妮代表 詹阿姨说出自己的诉求 希望能够查明真相 而李一堂代表汇全集团 不会轻易交出施小虎的账号 理由就是其账号不具备商业属性 达不到继承的门槛 为此 安妮换种思路 偷偷让同事在账号中充值了3000元 这样操作下来 詹阿姨就有了合法继承人的权利 李一堂很意外 没盗到她会用这种方式破局 没办法 最终双方同意和解 由于账号的交出 赵继凯很是恼火 这也是她第一次对李一堂发火 上述事件并未让安妮和李一堂的闺蜜关系 产生裂纹 毕竟公事公司是私 于是她在了委屈后 主动去找安妮 希望能从她这里得到一些安慰 之后 汪小娇邀请安妮和肖默恩在家中吃饭 肖默恩特地到检察院接安妮一同过去 加深一下彼此的了解 吃饭的时候 陈永刚表现得很好 大家都以为她彻底痛快前非了 可就在陈永刚哄女儿去卧室睡觉的时候 汪小娇说到 肖默恩帮陈永刚申请奖金的事情 肖默恩瞬间意识到 陈永刚还是在撒谎 她并未戒掉独移 不过此时为了他们的家庭和睦 就没有当场拆窗 晚饭过后 肖默恩先是送安妮回家 期间安妮也借此机会 从肖默恩这里打听些汇权的消息 知道了他们被收购的一些内容 将安妮送回家后 肖默恩再次折返回陈永刚楼下 他给陈永刚打电话 让他下楼 陈永刚原本还挺纳闷的 可就在听到肖默恩说开除自己之后 他才知道自己的赌博行为又暴露了 陈永刚先是诉说着自己的苦衷 不想让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 之后又保证绝不再参与赌球 肖默恩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再发现他还是死性不改 就不会再有回转于逆了 陈永老师这么考虑 你是在为我们汇权着想吗 行了 是 我听够了 这个事情就此打住 把后面的事情我处理干净 别留些尾巴 何鲁元和安妮等人在讨论着网络贷款的情况 期间肖默恩来给安妮送夜宵 在他们说话时 何鲁元透过窗户看到这一幕 貌似有点吃醋的样子 拿回来后 因为知道何队都胃不好 安妮特意给他留了一份热粥 何鲁元接到白局的安排 需要抽调两位年轻的人员赶到江城大学 试着从这里了解一些网贷平台的事 何鲁元决定让安妮和自己一起去 果不其然 经过几天的了解 他们收集到的信息证实 校园网贷在这里很受欢迎 理由也千奇百怪 或是攀比 或是游戏充值 或是大额消费 直接催生出一条完整的 针对大学生的贷款产业 同时 安妮在学生口中获知 休学的杨宝 是一名专业的拓客 也就是负责拓展贷款业务 拿抽成的人 两人查到杨宝住址后 直接赶往那里去找人 在住所内成功抓到了他 由于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 会被判罚 所以 自己所知道的都供述出来 其中也包括 张小北是如何陷入贷款泥潭的 何鲁元猜测 杨宝肯定会有上限 但是由于 这群人反侦查意识太强 每天都是更换平台 所以他也不清楚 自己的上限是谁 只是感觉可能是个你的 另一边 慧全和詹阿姨和解的事情 严重影响到集团利益 罗江孝告诉赵继凯 绝对不能再让这件事继续发酵 当务之急 就是去找张小北的父亲 用金钱诱导器 签署一份免责协议 可没想到的是 小北的父亲 只关心孩子是否活着 痛斥了一番罗江孝的邀请 事后罗江孝将此事上报给董事长尹慧全 两人接到了他的电话 愤怒地说他们 这是利用法律讨监人命 并警告他们 在自己不知情的时候 绝不能再次与小北父亲接触了 罗江孝回到家 女儿罗小婷 再次劝父亲收手 因为慧全集团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种种事件的矛头 均直向那里 说不好 哪一天就会让父亲身败名裂 罗江孝很生气 他觉着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儿 就这样 两人的沟通不欢而散 罗小婷很清楚 施小虎和张小北的事情 肯定有隐情 希望父亲好自为之 校园中的非法网贷 已经泛滥成灾 为了保护学生们的财产安全 公安和检察院 对此事联合侦办 会上市委书记表态 如果此事与慧全集团有关 势必要依法严办 如果是因为非法组织 或者个人 利用慧全直播平台传播 则必须对这些组织和个人严惩 绝不姑息 由于罗小婷的自媒体内容 观点分明 语言犀利 安妮约见了她 担心罗小婷的这种行为 加之父亲在慧全任职 很有可能会使父女关系岌岌可危 不过罗小婷告诉安妮 媒体的作用就是伸张正义 还原事实 不会因为父亲的关系 左右自己的立场 安妮很欣慰 她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 保持着自己的初心 之后安妮等人 又来到监狱对李全询问 虽然她一直说自己就是老妹 但安妮深知 她背后一定另有其人 所以需要慢慢俯视其心理防线 供出幕后黑手 赵继凯注意到罗小婷的社交媒体账号 没想到她一直参与对慧全的批判发声 赵继凯将此事告诉罗江孝 罗江孝汉言无敌 承诺会让女儿删掉这些内容 为表忠心 利用自己的账号 联合几位法学界的泰斗 公开立组慧全 慧全内部成立了自查小组 罗江孝还帮李怡棠 优化公开表态的内容 媒体公布了之后 尹慧全看到消息 第一时间联系了赵继凯 他警告其 如果做不了这份工作 就尽快离职 赵继凯没有返国 只是对他的反应露出了轻蔑的笑 另一边 杨宝从拘留所出来之后 经不住兄弟们的糖衣炮弹 再一次重操就业 踏上非法信贷之路 这份名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这次的人事变动 主要针对的 都是我在绿波时的老班底 想问一下 公司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因为交出施小虎账号的事 李怡棠和赵继凯的关系出现裂痕 为此 李怡棠在家 准备了烛光晚餐 听到门铃声后 打开门 发现是安妮 原来安妮事先接到赵继凯的电话 帮忙去看望一下李怡棠 见家里准备好了温馨的晚餐 想必两人和好事肯定了 于是安妮就离开了 不过就在两人亲热的时候 尹慧全打来电话 说自己要回国了 当前肖木恩很受尹慧全的欣赏 而赵继凯却接二连三的出现失误 现在对他的形势不容乐观 李怡棠表示自己会加快裁员进度 尽快架空肖木恩 逼迫其离开公司 肖木恩来到公司后 发现很多手下的老员工 都被集团裁员了 他拿着人员名单 去找李怡棠理论 但李怡棠以各种理由搪塞 肖木恩宁可自己离职 也不愿意让手下的这帮员工离开 见跟李怡棠说不通 决定去找董事长谈这件事 刚好董事长回国 肖木恩将自己员工被辞退的事情 告诉给尹慧全 尹慧全知道 这一切肯定是召集凯导的鬼 尹慧全先安抚了肖木恩 承诺这件事会给他的说法 杨宝想要重操就业 他到营业厅办卡 可目前都需要实名制 他没想到 现在管理的如此严格 看着这行实在是干不下去 杨宝决定放弃这条路 本本愤愤地找个班上的呢 但是他手下一个兄弟称有办法 找了一个在这方面有门道的人 那人叫堂哥 堂哥告诉他们一个方法 可以在营业厅门口免费发放奖品 让那些老年人帮忙注册账号 因为老人容易贪图便宜 只要是免费能得到东西 他们就会轻松答应 安妮妈妈在电信营业厅工作 而说巧不巧 他们选择的营业厅 就是安妮妈妈工作的地方 安妮妈妈认出了杨宝 之前就看到过他 经常来这办卡 普通人不会经常这么做的 安妮妈妈觉得不对劲 询问了一个刚领完物品的大姐 才得知杨宝利用老人的手机号注册账号 于是他赶紧让同事报了警 警察第一时间赶到 正好抓到了杨宝 杨宝才出来没多久 实在不想又进去 便说出了关于堂哥和他们的诈骗手段 同时电信部门也发现了通话异常的情况 警方顺藤摸瓜 将堂哥的窝点端了 妈 您是学理工的 这情商方面可能不太明 给你提个醒 半君如半虎 就像您说的 我是搞技术的 其他方面不会想那么多 很多担忧 您不必 大约如此吧 罗江校下楼时 正巧看到董事长尹慧权 说着今天许副市长 丽林集团指导工作 准备下去迎接一下 尹慧权看了看手表 离领导赶来还有点时间 于是将罗江校请到办公室聊聊天 集团近期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 由于负面舆论的发酵 筹集的国际投资都被影响了进步 尹慧权深知这一切都和赵继凯脱不了干系 不过还好有罗教授的坐镇 及时妥善地处理了这些公关难题 对于集团的下一步 尹慧权想听听罗江校的想法 罗江校考虑到目前互联网的发展 说出应将肖木恩的会播放在集团的第一跑道 其余产业围绕直播这个新型媒介开展 尹慧权非常高兴 他的想法比自己的还好 于是承诺 慧权集团所有的资源都由其调配 自己等待佳音即可 许副市长一行人到慧权集团指导工作 上上下下的部门高管都到门口迎接 尹慧权已经开始逐步针对赵继凯了 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赵继凯后 就隆重介绍肖木恩和罗江校 许市长大为赞赏公司的发展 跟自己当年来参加奠基仪式的时候完全不同 到了下午 尹慧权邀请肖木恩和赵继凯到家里来 这让赵继凯有些吃醋 毕竟自己在他身边多年 他有资格到家里来 所以他在肖木恩面前撬着二郎图 说着酸酸的客套话 以彰显自己在董事长面前的地位 肖木恩明白他的意思 直言这是赵总在董事长面前美言的结果 自己受宠若惊 趁此机会 赵继凯让他将汇报的规划汇报一下 尹慧权对肖木恩充分信任 认为没有必要听 让肖木恩大胆去执行就可以 晚上董事长送出两人 赵继凯阴阳怪气和肖木恩说了两句 便自己来到车里 这时他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原来赵继凯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个人的要求 可如今肖木恩成为董事长身边的红人 自己的地位却被动摇了 赵继凯不甘心 但也无能为力 最后表示 自己会按照他们的意思的去做 第二天的高管会议上 赵继凯提出 用博眼球的事件做营销 这样可以 让产品尽快进入大众视野 不过肖木恩不赞同他的提议 表明 用毁三观的做法 不是长久之计 并不符合集团的长远发展 这让赵继凯无言以对 赵继凯很着急 他知道现在罗江孝是尹继拳面前的红人 但是他又不立体自己 所以现在很被动 一旦肖木恩和罗江孝稳定之后 成为尹继拳的左膀右臂 那自己再会全好无立足之地了 赵继凯为了自己 开始有求于李怡堂 希望他能够劝说罗江孝和自己一个战线 李怡堂很清楚 赵继凯是在利用自己 可毕竟他与赵继凯的关系在那 他决定帮赵继凯劝说罗江孝 如果您一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话 那我问问你 敢不敢把你的录音笔拿出来 听完以后 我相信安妮姐作为检察官 会给出最公道的评判 接群众举报 会播平台近期出现违规直播 存在挑逗 性暗示等一些低俗内容 为此事理很重视 决定开展网络清朗行动 对于会播平台直播内容 要深入调查 责令整改 在收到整改通知书后 赵继凯会上借机陷害肖木恩 将所有责任都跪咎于他身上 而肖木恩听后大为愤怒 他根本对此事就不清楚 那些低俗主播也不是他们招募的 所以不能接受赵继凯的甩锅行为 然而问题是 实实在在的 肖木恩立下军令状 他会一直在公司监督此事 直到问题的解决 同时他也给出了初步的应对策略 积极配合政府的主管部门 赵继凯见状也不再咄咄逼人 这一天是罗江校的六十大寿 他在家做好丰盛的饭菜 等着学生们 安妮拿着蛋糕第一个进家 就在他与罗老师聊天时 罗小婷却突然说 父亲道貌黯然 称他是个伪君子 觉着父亲在会旋转的钱 与抢来的没有区别 罗江校听到女儿的这些话 瞬间就大发雷霆 本想与女儿说清楚这件事 可下一秒 罗小婷却提到录音笔的事情 罗江校深知 里面有他与张小北父亲之前的谈话 而这些话 绝不能让安妮知道 所以他瞬间哑口无言 罗小婷此时气愤的跑出家门 刚好李一堂也来了 安妮和李一堂 只能先给老师好好过完这个生日 安妮希望老师过几天后 和再跟罗小婷沟通 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的 通过这段时间的摸牌 安妮和何路源 查出非法网贷的法人 他们都是曾经在会旋的老员工 所以目前的首要任务 就是先找到法人 晚上休息时间 安妮等人一起出来吃顿饭 难得的欢聚时间 大家都心照不宣的 没有谈起工作 饭后 安妮和何路源在街上散步 何路源看到安妮有些冷 于是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 为安妮披上 这时何路源接到电话 称在清水河附近发现一具男尸 怀疑是张小北 安妮和何路源立即赶往现场 何路源看过尸体后 确认并非张小北 此时的安妮肚子疼得厉害 根本直不起腰来 何路源就带他赶往医院 经查原来是蓝尾炎 就直接做了切除手术 安妮让何路源回家 帮忙拿些日用品 正好这段时间父母外出 结果何路源到了门口后 连续输错密码 这些动作惊动了隔壁的邻居 等他拿了衣服准备出门的时候 却被物业堵在房间里 说巧不巧何路源的证件 还没带在身上 只能跟着工作人员到物业 去说明情况了 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越多 我们的话题也就绕不开 这个所谓的新捷 不光是之前那些 血验员交代的情况 包括上次电信那个案子 根据公安机关的追查 那个非法猫持的上游 确实跟这个新捷 有着千丝万缘的联系 看来我们还真得 好好会会这个新捷了 安妮恢复得很好 出院后就投入到工作之中 过去的这段时间里 何路源带人 对尹惠权进行了摸牌调查 详细到远房亲戚都涵盖其中 但所有的线索 都与她的行程吻合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并且在她持有的香港账户中 也未找到不明的资金交易 不过在此过程当中 无心插柳地查到 李全的母亲在香港 安妮获得信息后 赶到监狱询问李全 在播放母亲录音后 她的心理防线瞬间瓦解 决定如实供出自己所知道情况 原来非法组织中 却有老A这个人 李全当初为了拿到组织的一笔安家费 她才决定帮老A顶罪 扛下了所欲事情 不过对于此人 李全知道的消息也不多 只能确定 她是亚洲人 旗下有很多窝点 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小组长而已 李全还供出了老A的代言人心解 只要能锁定她 就能顺藤摸瓜地找到老A 只可惜 自己并未见过心解 安妮听出 李全这次应该是全盘供出 告诉她 这次主动交代会争取立功表现 希望她能好好服刑 早日回家看望母亲 另一边 尹慧全被人肉搜索 个人信息完全暴露在网络当中 罗江孝建议上送那些媒体 但尹慧全猜测这么详尽的信息 有没有可能是公安内部泄露出来的 于是她打算利用自己的人脉 告知省里的领导 给这些部门上上碾药 果不其然 郭俭和白菊 被省领导叫去谈话 安妮和何路元 被叫到办公室 他们本以为会接受处分 导致案件无法继续侦办 没想到 白菊和郭俭替他们抗下举例 派其到F国执行调查新捷的事情 并且千叮万柱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人叫老菲 是组织偷渡人人的舌头 但与自己上线虎哥产生矛盾 拿不到自己的提成 并被他们威胁到家人 为了寻求保护 老菲不得已到公安局自首 根据他的共识 当年偷渡的人人当中 有一人就是张小北 那时候 他刚刚被骗到组织中 当初听到的招工有多诱人 现实当中就有多残酷 不要说生活环境优不优越 就连一日三餐都是问题 在这里 你所要做的 就是不间断地给受害人打电话 完不成指标 不但要重新培训 背诵专业术语 甚至还要受一些皮肉之恐 打呀 直接打 打空为止 今天要是打 我弄死你 喂妈 妈妈你快点给我打钱 过来呀 玩不了了 这公司的损失 是赔还是不赔啊 我赶到你们这儿来两天 你让我赔你十万块钱 我哪有钱给你啊 行了 挑了吧 然后扔到外面去 安妮和陆元四人 准备前往F国 在机场巧遇 即将出差的肖木恩 其他人都笑脸相迎 只有和陆元板着脸 有些醋意 简单寒暄几句后 安妮等人就出发了 飞机上 和陆元和安妮中间 坐着一位大姐 看着大姐有些困意 靠在安妮肩上 和陆元就以外座宽敞 把大姐叫醒 顺便换了座位 将安妮的头靠在自己这边 几人顺利到达F国 刚出机场门时 和陆元就观察到异常 一辆出租车上的人 正在用相机拍他们 没一会儿 当地的警方就派专人来接他们 不耐烦地警告其 不要随意走动 毕竟他们人生地不熟的 来到酒店后 其他人准备休整一下 和陆元则非常慎重 他试着检查房间内的任何角落 看看是否被人安装摄像头 或者监听设备 果不其然 他在桌子下面的角落 发现了窃听装置 简单查看了一下 便放回了原处 另一边 郭俭收到F国发来的资料 上面详细记录着 安妮等人的个人信息 而这些数据 均是当地警方在打击黑网时 同一位非法人员手机中查到的 这也就证实了 在安妮他们还未动身之前 异行人的信息就早已泄露 郭俭找来王赫宇 他们加强防范 原来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是赵继凯 他趁着李一堂熟睡的时候 将安妮等人的个人资料 发送给了境外神秘人 李一堂醒后 见赵继凯在身边 便下楼寻找一下 他听到赵继凯在通电话 但并没有听清说的什么 赵继凯见他在门口 仿称是在与国外的客户交流 毕竟两地存在时差 所以 李一堂倒也没有起什么疑心 此时的张小北 还被非法境外 拟着边管的 为了让他们 老老实实地创造业绩 清洁 让手下将小北等人 都叫到省论室 让他们亲眼看看 那些不想干活 甚至适合逃跑的人的下地 刚小北是为了找女友盈盈 才被骗到这个地方来的 他一直没有放弃 想办法跑出去 但是这是不能应来 不可操之过急 前天心他不是一个人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不止一次 听见他身边的人 提起另外一个人的代号 叫什么 他 老费 安妮等人来到F国司法部门 找到有人拉斐尔说明情况 拉斐尔表示 愿尽自己最大努力协助安妮 但就目前形势来看 很难通过本地司法进行训问 一是F国的司法部门 并未受到有关非法赌博的相关报案 二是新姐 在F国是纳税大户 积极参与当地的基础建设和募捐 在政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不过拉斐尔还是帮了不小的忙 他提前搜集了与案件相关的资料 里面是一些知情人员的详细信息 他将资料交给安妮 希望能对他们的侦办起到一点作用 安妮寒暄从检察院出来 而此时 有人已经盯上他们 就在准备回去时 装有资料的背包被飞车党抢走了 他们赶紧拦下一辆三轮车 想要追回背包 但司机却是一下车 被无情地拒载了 好在安妮已经提前将名单拍成照片留存 只好带着寒暄走回去 安妮和陆元他们根据资料 尝试联系每个人员 希望能够见面详细谈谈 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配合他们 新姐在当地的势力太大了 没人敢与之公开对峙 而新姐这边在拿到名单后 根据上面的信息 找来一位名叫国勋的人 此前基地的网络搭建 就是他所完成的 但由于受不了新姐的手段 后来再没有拿到尾款 便跑了出去 新姐深知安妮肯定找过她 于是逼着她再次联系安妮见面 新姐准备让手下除掉安妮 在赶往约定地点的路上 韩轩说出国勋的突然联系有点异常 担心此次前往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安妮让她放心 自己已经让和陆元那边做好应急预案 会在暗中观察此次行动的 一旦发生危险 会将对方一网打尽 新姐手下已经准备就绪 只要韩轩和安妮进入到指定地点 就会对他们动手 说巧不巧 就在安妮准备进入时 一个孩子抢走了韩轩的钱包 韩轩和安妮一路追到了一个教棚来访的地方 对方是一位中年人 对安妮他们的信息和任务了如指掌 他也知道 安妮等人已经被新姐盯上 才出此对策 让他们转危为安 男人告诉安妮 自己曾经在新姐那里输掉了几个亿 而且新姐背后 应该还有一个人 代号老妹 另一边 为了让新进人员能够安心地工作 新姐将公司的主播们叫来 让他们相互认识一下 张小北一眼就认出来主播盈影 他赶忙将她带到化妆间 说出来 自己就是他直播间里的绑衣 盈影这才清楚 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张小北 过了几天 小北决定把逃出去的计划告诉盈影 于是他通过自残受伤 被嫁到医务室 等人走后 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打开门 穿上白大衣 便去楼上找盈影 由于经常在楼道里擦地 所以对摄像头的转动时间 轻车架熟 就这样 他很容易地找到了盈影 并告诉了自己会找机会 带他逃出去 果不其然 张小北还是带着盈影逃了出来 在慌忙地逃跑途中 盈影扭伤了脚 没办法 小北只能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作为你的朋友 我怎么可能让警察替我去杀人呢 我只是希望 你只要做好你本职工作分类的事情 帮我经历好非法拘留的害虫 这应该没问题 好吧 我会处理好的 谢谢 安妮从王会长那里得到重要线索 并且告诉何路元 国勋和国权两兄弟的经历 安妮猜想 国勋可能被辛姐控制住 但是 国权此时应该是安全的 她 就在平民区 身上可能有辛姐关键性证据 关系到是否能将她引渡回国 此时何路元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报道 辛姐前天星 今晚要举办慈善晚宴 安妮想了想 决定去亲自会议会她 不过何路元建议不要去平民区 毕竟 安妮是身处异地的中国检察官 而钱天星 却是这里的救世主 安妮顾不上这些 让何路元帮自己搞张票 何路元觉得 安妮太任性了 而且 这一票也不是说搞到就能搞到的 但她还是去想办法了 她找到了在吃饭的警官何在 两人坦诚相待谈了很多 期间何路元喝了不少 为此也通过何赛 拿到了两张晚宴的票 安妮正在翻阅当地司法系统的资料 从书里莫名其妙地 掉出来一个U盘 她赶紧在电脑上查看 发现是王会长 录制给钱天星的黑料 安妮突然听到 外面有落水的声音 透过窗户发现是何路元 于是赶紧跑出去看看 安妮知道了来龙去脉 虽然看着何路元狼狈 不过内心却很感激 她也没承想 自己的一句话 会让何路元全力以够 晚上他们拿着U盘 来到网宴上 在钱天星被媒体紧紧围绕 要求播放企业宣传片的时候 屏幕上却出现了 王会长的视频 全场一片哗然 手下们也不知所措 由于现场是在直播 此事在三江市 引起不小的轰动 这样一来 对星姐的打击 可谓是存重的 郭俭知道了这件事 对安妮一通训斥 因为安妮的行动 导致专案组筑蒂 被布农攻击 这时郭俭又接到 筑蒂的电话 说道 李国全想要单独 见一见安妮 郭俭并将消息告诉了她 星姐开始有所行动 找到了当地 靠山西蒙斯长官 通过金钱收买 和威胁家人的手段 让她在职责范围内 解决掉李国全 西蒙斯迫于无奈 只好答应下来 安妮赴约去见李国全 看到了她穷困潦倒的生活环境 虽然知道李国全患有艾滋病 不过安妮还是主动跟她握手 希望她能相信中国的警察官 承诺会尽最大努力 将其引渡侯果 就在两人握手之际 西蒙斯带人来抓李国全 安妮觉查出 这是星姐的计谋 第一时间联系何路员 让她通报给当地司法机关 还好 何路员和何赛及时赶告 将李国全 从西蒙斯的手中接管过来 粉碎了星姐的行动 来到驻地 李国全交代了 钱天心的一举一动 称愿意配合安妮他们 虽然时过境迁 但是只要她能接触到 星姐组织的服务器 就能将所有的数据拷贝出来 另一边 张小北外出买东西吃 回来时 却正好看到 有人抓本人影 他早已山穷水尽 只能去找何路员 何路员见到他后 狠狠地踹了几脚 将这段时间的怒火 发泄了出来 小北跪在地上 求着他们 希望能救救一夜 何路员很生气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机场检票后 肖木恩和赵继凯 同时前往F国 赵继凯是为了 与钱天心见面 试图劝说他 暂时出去躲一躲 而肖木恩 却神秘消失在了F国 我讲了 我这人啊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点 最大的优点 就是记忆力好 我是非常清楚地 能够记得 哪些人是帮过我 哪些人陷害过我 这些我都不会忘的 韩轩他们发现 张小北再次失踪 立即告诉给安妮和何路员 他们来到房间中 发现了一张 小北留下的字条 由于刚才偷偷听到 何路员他们的谈话 小北深知 要想找到 钱天心的铁证很难 所以他决定 重新回到诈骗组织 做一次卧底 既然自己的人生 早已物是人非 索性就做一些 有价值的事情 安妮他们第一时间 联系到何赛 带着当地的工作人员 赶到钱天心的工厂外 他们预料到 小北此时 必定忍受着严刑拷问 但这里是F国 只能遵照当地的司法程序 工厂吸烟 在这里属于违法行为 何赛故意将烟头 丢到厂区引发火灾 以此为由 进入工厂内部调查 韩轩等人 利用何赛与钱天心 对峙的空隙 偷偷拍到了 工厂内部的图片 不过何赛的领导 很快就赶来了 他们的搜查被迫终止 理由就是钱天心 持有当地的博彩执照 钱天心对何赛也了如指掌 赛职十多年没有升迁 原由就是 他没有和这群人 沆切一气 钱天心了解到 何赛在帮安女他们 于是 为避免坏了自己的好事 钱天心准备 扫除这块绊脚石 果不其然 在他们分开之后 何赛被撞身亡 当场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让安妮犹如身处 在张婉如被撞的那一刻 相同的情景 有一次纯演 安妮瞬间崩溃了 恰巧此时 肖默恩突然出现 安妮和何赛源很是惊讶 在询问她 为何会到F国时 她的说辞 让很难让何赛源等人相信 为了能够接听安妮 肖默恩用五星级 酒店房间 与何赛源交换 这样 何赛源十分恼怒 一气之下 将房卡扔进水里 让她赶紧从眼前消失 肖默恩看着他们 并不欢迎日子 只好飞溜溜离开 安妮看着肖默恩 此时此刻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不出所料 张小北回去 就遭受到一顿毒打 钱天心其实是有些欣赏她的 毕竟能够从这里逃出去的人 凤毛麟角 能否撑得下来 就看她自己的命了 没多久 张小北被放了出来继续工作 也是因为任务太紧 急需人手 她才幸运地从水牢里放出来 她躺了一个微型摄像头 趁着工作的时候 录下了这里的环境和人缘 赵继凯很难相信 钱天心会如此明火执杖 公开挑衅F国的司法部门 这无异于迫使自己 搗上一座独木桥 钱天心却告诉赵继凯 游戏才刚刚开始 精彩的事情还在后面 她安排阿威去的暗网发布悬赏通告 出高价摆胸直指专案组成员 希望以此将路上的半角石清除干净 收集到足够多的证据后 张小北决定让老张帮忙 因为他在这里负责打扫卫生 有机会将优盘带出去 于是在吃饭的时候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老张 并说出收工时会将资料交给他 下班之后 小北有点迟疑 担心老张会不会出卖他 便将优盘 就着喝水的时候吞了下去 果不其然 老张带着头头静止找到他 看来自己的判断没错 在这种地方 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 他们在小北身上搜查了半天 并未发现任何可疑设备 就在头头以为老张是在调侃他之时 老张突然说到 会不会已经吞到肚子重了 千军一发之际 小北挟持了头头 以此手段逃到外面 幸运的是 正好遇到何路远 他赶忙上了车 被送到医院洗位 最终将证据送到了何路远手中 肖木恩的神秘之行结束 安妮亲自去送他 在后机厅中 也告诉了肖木恩自己的想法 觉得彼此之间并不合适 就在要告别的时候 一群不明身份的歹徒冲到眼前 二话不说 就像两人开枪 还好肖木恩反应快将安妮拉到一边 她的手臂被子弹擦伤 而歹徒们也被机场警方击毙 安妮带着肖木恩赶到医院处理伤口 同时打电话给何路远说明情况 何路远非常担心 第一时间赶过去 在看到安妮安然无恙后 也就放心了 得知肖木恩今天就要回国 于是看在他保护安妮的份上 决定自己送他去机场 并将肖北带出来的资料 当着肖木恩的面交给了安妮 转天 安妮和路远联合当地警方 去到当地的国财委员会 责令负责人立刻注销 新姐名下的营业执照 如今前天心失去了法律的庇护 警方开始实施抓捕行动 组织内的打手一一被捕 被诱骗过来的中国公民成功获救 而新姐深知自己留有准备 平静地在办公室销毁相关资料 在她被捕的时候 对警方说了句 就得游戏结束 新的游戏刚刚开始 肖木恩带伤来给赵继凯回报工作 由于前天心的被捕 是她无心处理慧权集团的事 她让其余两人出去 想和肖木恩私下聊聊其他的话题 在交谈中 赵继凯不小心说出了前天心被捕的事 肖木恩瞬间生疑 虽然安妮到F国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赵继凯怎么知道 安妮出国是为了此案 尤其是她 为什么会顺嘴提到前天心这个人 赵继凯见状谎称 是李一堂告诉自己的 恰巧此时准备汇报工作的李一堂 就在门外听着 她从始至终 根本不知道安妮在哪 也从来没和她说过此事 李一堂越听他们说话 感觉越不对劲 便慌慌张张离开了 为了将前天心引渡回国 安妮和陆元拿着证据去找警方 却突然被告知 无法配合引渡了 原来有人自称是前天心的账目 以巨额保证金 将其保送出去 安妮和何陆元大为震惊 不知道前天心 从哪里冒出来一个账目 前天心 你太注重于金工 却没有注重到你身边的行事 你已经被我彻底枪死了 前天心丈夫在F国 是一位医学界的泰斗 依托她的威望 前天心顺理成章地 拿到当地的护照 此外 一起被保释出来的 还有手下阿威 他们在警局楼下 遇到了安妮和何陆元 脸上写满了轻蔑之意 就在临走时 阿威放下一句狠话 这件事仅仅是个开始 赵继凯晚上联系上前天心 想劝其收手 毕竟手中的钱已经足够用了 但是前天心根本没有理会她 如今她只听从老A的命令 任何试图阻止她的人 都会被自己视作敌人 她也转告赵继凯 近期如果没有什么重要事情 就不要再联系了 毕竟两人的处境都比较危险 出来之后的前天心无所顾忌 直接邀请安妮参加私人宴会 并先暖心地送给她一套礼服 安妮清楚知道她心里的盘算 就是想通过贿赂 交给他们几个相关人物 带回去领功即可 安妮下定决心去会议为她 毕竟送礼不博效领人 宴会中 两人下起来国际象棋 他们看似交谈甚欢 实际上这是一场博弈 钱天心果真已经找好替罪羊 就看安妮是否同意带回去立功 而安妮这边 却明修站到暗度陈仓 同事们在我国司法部门的协助下 找到了钱天心房子的设计师 警方根据直观的模型 能迅速找到他家的密室 就在此时此刻 两人还在对话的时间 警方已经开始行动 地下室中藏有非法枪支 以此为由 他的保释被撤销 再次被逮捕 至于数据库中的信息 由技术人员向中国司法机关进行传输 钱天心在接受审问时 还是很嚣张 继续挑衅安妮 称即便自己被 你们不过仅仅扫清了一个节点 组织在世界各地 布下一张大楼 只要人类的贪心和色心存在 这件事就不会停止 钱天心丈夫 带着律师到看守所见他 律师告诉其老A一切安好 他将利用这里的关系 方琦留在F国受审 只需供出一点 警方早已知道的罪行即可 如果事情失败 老A希望他能够自行解决 钱天心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安妮和陆元来找拉斐尔 被明确告知 钱天心的罪行 不适用引渡原则 倘若能够找到他 不是F国公民的证据 或者剥夺他在当地的公民身份 才能将其带回中国审判 阿威的犯罪证据已被核实 由于不具备双重身份 所以他很清楚自己的下场 检方想通过他 查识钱天心的更多违法罪证 但目前根本不配合工作 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都不交代 何鲁元为了刺激其心理防线 专程赶往医院 找小北录制了一段 视频播放给他看 阿威知道小北身上的伤势自己弄的 但这仅仅能证明 期间存在暴力行为 与非法赌博 以及钱天心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并且声称进来的这些人 都是自愿参与借贷 韩轩将审问阿威的视频拿给小北 当他听到阿威的话后 异常愤怒 不仅将电脑摔坏 还要闹着去找阿威 此时安妮和陆元赶来 在看到小北如此疯狂后 安妮也愤怒地给了小北一巴掌 开始大声训斥他 其他人从未见过安妮发火 悄悄地离开病房 让两人都发泄一下负面情绪 安静下来的小北 将自己的过往说了出来 他讲述了如何与视小虎认识 并一步步地让他陷入以待养待 最终选择了自杀的经过 而自己直播跳河的事情 同样是长期筹划 不光为了躲避追债的那群人 最为重要的是打击慧群集团 小北认为 整件事的始作俑者 就是慧群游戏 安妮告诉他 钱天心组织内的所有违法人员 都会受到中国法律的审判 虽然过程艰辛 涉及到F国的引渡程序 但一定要相信中国的司法力量 而钱天心这边 为了能够在F国接受审判 将自己中婚罪的事实交代出来 他深知F国的法律条文 中婚罪虽然会导致 他在当地的婚姻无效 但并不能以此取消其国籍 所以安妮拜托郭景 审查了钱天心的过往 得知在中国 他的最后一人丈夫叫刘依 但问题是目前根本找不到此人 安妮准备将此事 告知拉斐尔先生 想尽一切办法 尽快将其引渡回国 尊敬的法官 我是刘依 我的身边叫刘大福 我之前我故意太多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我不怕了 我就是凭个家货人亡 我要把你拉下来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 我戳破你 我让你回国把老体坐穿 我要让你这样的蛇心女人 你一辈子就别想再害人 你害不了人 哥们 别再发了 再两会儿 你们还有机会 我跟你说让他们别发了 阿温先生 视频上的人确实是前天进了丈夫 刘依 安妮作为证人 参与到前天心的庭审 在法庭辩护中 安妮与其律师针锋相对 依照是否涉及重婚罪进行辩论 安妮向法庭出具了一些资料 是官前天心和刘依的婚姻事实 根据我国的民法典 他们两人的婚姻判定为无效 所以在当地 他与哥麦斯的婚姻是合法的 而前天心的律师 极力说服法官 认定他们的婚姻属于无效 双方的对峙 让法官有些头大 多年的工作经历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被告辩护主张有罪 控方证人主张无罪 实际上 他们两方都心知肚明 前天心被认定是否有罪 对能否引渡回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一旦安妮胜利 中国检方才能确保前天心 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不过单单地上婚姻不实的资料 并不能形成证据闭还 说服力存在一些欠缺 于是 被告辩护 以证人留一 未能到现场为由 提出抗辩 何路远早在开庭前就安排人联系刘一 如今人是找到了 但顾忌家庭和面子 他并不愿意作证 否则他的人生就毁了 没有办法 何路远让同事打开外放 通过喇叭在楼下与其沟通 刘一本纠结 很怕本就破烂不堪的家庭 再次因为自己受到牵连 但是他恨前天心 做梦都想 让他受到法律的严惩 最终刘一 还是站在了正义顿方 他录制了一段视频 佐证和前天心的婚姻是无效的 并且愿意拿出所有关于前天心的黑料 作为证人站在法庭之上 为的就是让他回国 将老底过穿 在铁样的事实面前 前天心无力回天 最终被判处驱逐出境 安妮和路远等人顺利完成任务 将前天心以及相关嫌疑人 全部带回中国 赵纪凯看着前天心被引渡回国的报道 内心百感焦急 他转头望向了和李一堂的合照 像是谋发着什么事情 交接事宜完成后 何路远提醒了前天心 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下场 便很自然地交代出组织架构和骗局设计 同时也承认了自己就是老A 张宛如的车祸是自己一手策划 何路远将审讯记录交给安妮 在确定前天心就是老A的事实后 两人身上的担子终于可以卸下来了 他在何路远离开后 第一时间查看了前天心的审讯录像 安妮详细记录下前天心所交代的信息 反复斟酌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慢慢地陷入了沉思当中 不过说真的 你这性格和我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像 也就是 你走了正 我走了邪 如果不是上天这么安排的话 说不定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呢 安妮果真从前天心的描述中发现了端倪 她查询到两年前车祸那天当地为暴雨天气 这就说明前天心没有说真话 她可能并非老A 于是安妮等人来到看守所训问前天心 而前天心只是将原话又重新讲了一遍 安妮又说出那天的一些细节问题 她便再次狡辩 称时间太久 可能记得不清楚了 为了调查清楚事实 何璐源也请A国当地警方协助 达到保罗的审讯记录 查看后果然和前天心所述一样 由此可知 前天心就是老A 安妮代表检方准备对他起诉 并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 由于前天心的被捕 赵继凯近期总是心不在焉 在家之肖穆恩在集团内如日中天 自己却日薄西山 让他倍感压力 李怡堂察觉到他的负面情绪 试图劝说一下 但被赵继凯敷衍过去 当初赵继凯曾经发过誓言 如果有一天他被捕了 自己没有办法将他赎出来 就准备进去陪他 所以他在网上搜索诈骗的判罚年线 李怡堂能感觉到赵继凯肯定有事 所以趁着他不在的时候 偷偷打开他的电脑 看到了浏览器中的搜索记录 临近开庭的时间 张小北作为重要人证 反倒不想出庭了 自他回国之后 就被媒体各种骚扰 如果再贪遇到指正前天心 自己之后的生活将有如凝日 安妮来到医院找张小北 恰巧看到记者们争相簇拥 安妮以案件还在进行中围由 将他们打发走 避免给证人带来心理压力 小北趁机偷偷溜出病房 联系到隐隐后 便独自去找他了 在安妮发现找不到张小北后 马上联系了何鲁元 他很担心 小北再次遇到意外 好在何鲁元劝导说 他可能是去找隐隐 等到开庭的时候 小北一定会出现 安妮这才放心了下来 超西凯你疯了吧 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 吓唬几个年轻人 你还会干什么 公司养任你这个法务总监 你就没点创新吗 行了 我也受够了 请你今天就从我家里搬出去 我以后不想看到你 也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罗小婷不经意间 发现了父亲罗江孝的秘密 是一张他和陌生女人的合影 加之在慧全任职的特殊性 罗小婷对父亲所做的事情 越来越疑惑 于是他立即约见了安妮 表达出想要为张小北 和施小虎的案件讨回公道 只要这些事情没有结束 自己的立场就不会改变 安妮非常支持她的想法 但是还要劝导她 不要过于冲动 凡事三思而后行 尹慧全将赵继凯和肖木恩 叫到一起 宣布了一个致命消息 由于近期慧全集团的负面舆论 境外的融资集团将会撤资 不过尹慧全铁了心的 要支持肖木恩的汇播平台 将举集团的全部资源 让汇播成为直播界的第一把交椅 这倒是让赵继凯内心的危机感更重 他决定要采取一些手段 试图在集团内打压肖木恩 否则在不久的将来 自己必会被踢出公司 赵继凯将心中的怒火发泄出来 撕掉了他与李一堂的合照 说巧不巧 李一堂正好来跟他汇报工作 赵继凯愤怒地表达出 对他很失望 将集团的负面于情 归咎于他办事不利 并让李一堂今晚就搬离自己家 李一堂很伤心 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 处处为他着想 却换来感情的分裂 于是他放下材料 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到了晚上 李一堂将自己准备 为钱天心辩护的方案 拿给赵继凯 他很清楚 眼前这个男人所做的一切 并且也知道了 他与钱天心的过往 但是即便如此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李一堂 也愿意心甘情愿得 帮他救出钱天心 赵继凯给他倒上一杯酒 李一堂并没有喝 他担心里面 掺着镇定剂 赵继凯很惊讶 根本没想到 他连这些事都知道 他向李一堂摊牌 说出自己深爱的女人 是钱天心 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他 即便如此 李一堂也决定 陪他走下去 无论是否喜欢自己 他要帮赵继凯 当回这鱼 李一堂帮胡德旺 聘请了律师 身为诈骗集团的讲师 胡德旺的罪行 只需交购赔偿金 基本就能解决 律师也告诉他 目前他的家人 过得很不错 组织已经派人安顿好他们 至于赔偿金的事情 也会为他想办法 李一堂之所以这么安排 就是想通过 胡德旺这条线子 寻找为钱天心脱罪的机会 这次的司法案件 对于安妮来说 是近仙人最为重要的功夫 他与韩轩通宵杂旦的 整理了所有事官前天心的资料 第二天早晨 安妮就带着资料 去请教王赫宇 王赫宇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他 希望他能够打一场漂亮仗 之后 他又请同事帮忙一起搭建模拟法庭 对于任何细节都资助比较 一直通宵到了很晚很晚 在模拟法庭上 同事们就钱天心案件展开对质 王赫宇作为辩方律师 抓住安妮所说的时间漏洞 称7月15日是 A国的一个重要节日 所以钱天心所供述的 记不清日期不够严谨 这让安妮猝不及防 也说明自己准备的并不充分 于是他第二天再次提审团伙中的 相关人员 他们找到胡德旺 让他把自己的经历重新复述一遍 好在这次审问还是有收获的 他的供述中提到 杀猪盘诈骗率很高 但之前钱天心说的并非如此 显然是钱天心有所隐瞒 还是有些真实情况未透露 既然诈骗成功率这么高 他们集团内部 必然有一个异常精明的领导 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显然钱天心不符合这个条件 安妮据此推断他 只是个管理者 其上面肯定还有一个人 钱天心案件正式开庭审理 法庭中的气氛异常紧张 钱天心对自己的罪行共认不讳 观众席中的赵继凯和李一堂很自然 因为这是他们早就预料到的结果 只有揽下所有的罪行 其他人才能想办法保住他 况且此案是 全是瞩目第一次公诉 安妮一定做了完全准备 张小北以证人身份出庭 钱天心对他所述的证词全盘否定 称其是在诬陷自己 并且故意在他面前 说出张婉卢的名字 这一动作彻底激怒张小北 而他也因为情绪激动被带出了法庭 安妮这边情况也不太妙 胡德旺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但是他当庭又说出一条重要线索 他供出了张老板 笃定此人就是钱天心的领导 安妮此时此刻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变化 自己正一步步地陷入李一堂的圈套 正是因为安妮事实追求极致 所以他会认真查识每个细节 李一堂就是要利用这一点 打乱他们公审的境地 安妮根据胡德旺的供述 进行了有利反击 之前所有犯罪嫌疑人都说组织登记更名 而张老板竟然随意向下属表明身份 明显与事实不符 由此可知他在说谎 胡德旺听到这里急了 直接在法庭之上说出了老妹 安妮没有想到 胡德旺竟然真的还有隐瞒 在庭审结束之后 他又来找胡德旺了 安妮深知在业界之内很有名气的金律师 不会草率地来为胡德旺辩武 即便是来也应该是为钱天心 以此为由安妮断定 他们是想保住钱天心 如果胡德旺再不如实交代 那将会面临法律的严惩 赵继凯因为担心钱天心 所以在集团高管会议上 表现得心神不定 而肖木恩为了打开产品知名度 打算聘用张小北做主播 如果此计划能够实施 让其也能够成为用户的监督者 必定会成为媒体们的关注焦点 尹慧全听完汇报后 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好 就让罗江孝协助肖木恩 做好公关和宣传的事宜 安妮陪同闺蜜们一起聚餐 期间安妮向李一堂了解了金律师 询问他们之间是否认识 李一堂有点吃惊 心想是不是安妮觉察到了什么 于是假装说着彼此不熟 虽然都是律师 但一个涉及民事 一个涉及形式 专项的领域并不相逢 所以这个话题就此草草结束了 罗江孝了解到 女儿和张小北比较熟悉 所以让她帮忙说服张小北 到慧全做直播 罗小婷知道 小北现在的处境 并且对于游戏有很高的天赋 所以她亲自找到小北 劝其加入慧全 其实小北也听闻过领慧全的台访 知道自己当初跳河太貌实了 并且慧全集团 被施小虎案后续处理 也算是人之意尽 只不过 她自己对当游戏主播不自信 担心做不好 罗江孝此时也准备好了合同 为了表达诚意 事先在合同上盖了张交给小北 只需她签字 就算是正式入职了 为了做好主播 张小北每天在网吧练习 并且用自己真实身份办了电话卡 可不曾想刚刚办好后 诱骗信息就接踵而至 很多人给她发信息 诱导机界网贷 小北将此事告诉了安妮 并且决定不会与慧全合作 她怀疑自己的信息泄露 与慧全集团脱不了干系 张小北将辞职不干的事情 告诉了罗小婷 并想着将自己发现 慧全的问题反映给安妮 罗小婷不明所以 联系到父亲训问慧全是否真的如他所述 不然张小北刚刚还准备做主播 转瞬之间就闹着不干了 罗江孝也觉得蹊跷 在碰到李一堂之后 便将小北发现的事情告诉他 李一堂深知 这背后的操作者是谁 于是在找了些理由 搪塞过罗江孝后 第一时间把情况告诉了赵继凯 边秋秋开始直播网报小北 甚至说了一些有关他姐姐张婉如的事情 小北原本在检察院等着安妮 在看到边秋秋的直播后 她先到旁边的超市 询问是否能买刀 在得知没有后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安妮这时出来 再看到没有小北 电话也不接 就去超市询问老板 没多久 安妮在开会的时候 收到了张小北的回信 说自己就是随便找他 并没有什么事情 安妮看他没事就没往多里想 而殊不知这条信息并非张小北发的 他已经被人绑架了 安妮不经意间 看到了边秋秋的直播内容 她很疑惑 毕竟当初张婉如殉职的真实原因是 绝对保密的 而自媒体是从哪里知道 张婉如是车祸身亡呢 并且安妮发现 视频发布的时间 恰巧就是小北在等自己的时间 由于担心张小北做出什么傻事 安妮直接联系到何路员 准备一起去找找他 到了晚上 张小北浑身湿着来到安妮家 说出了白天自己被绑架的事情 安妮联系了何路员 让张小北先在电话里 把事情的经过 跟何路员详细说一下 何路员挂断电话后 立即赶往安妮家 小北说出了一个线索 绑架者中有一人的脖子后面 有一道伤疤 可是就单单凭这一条信息 想要找到绑架的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张小北还表示说会全游戏真的有问题 不管他自己在注册游戏账号后 接收到一堆网贷信息 身边所有新开账号的朋友 都遇到了此类情况 根据当前的情况 安妮准备监控汇权的游戏 进行深入调查 边秋秋因涉嫌侵犯烈士名誉 被公安带走 安妮为了查识自己的猜想 她决定去提审边秋秋 试着找出背后的策划者和指使者 不出所料 边秋秋交代了自己是被别人威胁的 结合钱天心的案子 安妮觉察出 这个威胁的人 应该就是非法组织遗漏的人员 很大可能就是钱天心幕后的老板 安妮又一次地提审了钱天心 她很清楚钱天心之所以揽下所有事 就是为了保护幕后竹石老梅 而面对这种势军力敌对手 心理战术显然是无效的 安妮从头到尾 将检方掌握的线索 和她说了一遍 表明会用确凿的证据 让钱天心看看 她是如何失败的 张小北还在考虑 自己为什么会被绑下 毕竟自己没有亲人 更别说钱财了 所以那些人的目标 只能是自己不与贿权合作的事情 她想到了罗小婷 再去找安妮的路上 只告诉了她 于是小北当着安妮等人的面 联系了罗小婷 从她那里得知 这件事情还告诉了罗江孝 她也是为了了解真相 才想到联系父亲 安妮虽然觉着 这些可能都是巧合 但是她在第二天 还是去见了罗江孝 从老师口中得知 那天惠权高管在宴请客户 她将这件事告诉了尹惠权 饭后尹惠权又找到肖木恩 和赵继凯开会 他们两人应该也知道了这件事 不过罗江孝并没有提及李仪棠 也许是觉着 她的职位并不能左右审防 经过对惠权游戏的调查 他们确定了 其核心技术人员的违法行为 涉嫌盗用用户信息 这也就意味着 前天惺案件有了新的线索 安妮他们想过检汇报之后 将证捧彭给了公安机关 让他们立案侦办 何路员立即带人来到惠权 一路人去尹惠权家里 请他到公安局配合调查 其余人在公司里搜查相关证据 此时赵继凯和李仪棠 刚到公司楼下 看到警车后 赵继凯深知该来的怎么会来 于是他叮嘱李仪棠 如果自己陷入其中 让他将所有的事情推给自己 之后从惠权离职 李仪棠已经离不开赵继凯了 主动牵着他的手走进了公司 何路员向赵继凯出示了传唤证 很配合地去了公安局 罗江孝召开了紧急会议 当前赵继凯和尹惠权 都被传唤到了公安局 目前集团内部失去了主心股 罗江孝建议选出一位临时负责人 按照尹惠权的指示 他推荐肖穆恩暂时接手惠权的所有业务 大家都很清楚肖穆恩的为人 所以都表示没有用 老A 在公安和检察院的联合会议上 安妮将所掌握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 她建议接下来的重点 就是去审问有作案动机的相关人员 据了解 能够接触更新程序的人群中 除了值班的技术人员外 还有尹惠权和赵继凯 于是白局让何路源连夜审讯了他们两人 安妮全程参与了何路源的审讯 赵继凯声称自己只是集团的经理人 对于技术方面的问题 她完全不懂 她强调了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尹惠权的许可 自己只是负责执行而已 赵继凯还说出了一位名叫爆媒国的程序员 她参与了游戏的全部更新 至于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 自己就不清楚了 安妮听到这里 觉察出赵继凯肯定有问题 她怎么知道 可疑的那次更新 就是爆媒国在场的那天 赵继凯故作镇定 表示只是按照何路源的思路回响的线索 至于集团是否非法获取用户信息 只能是他们自己去核实了 安妮告诉何路源 赵继凯这边不要再耗时间了 现在应该第一时间找到爆媒国 爆媒国这边承认游戏被植入了非法程序 可是并不清楚是谁操作的 她将自己的工作流程如实交代 也让何路源帮忙分析一下 原来爆媒国每次都会在凌晨三点更新游戏 这样就是避开游戏高峰期 不过她有一个习惯 会在更新前15分钟去到楼下买东西 也就是这期间机房里没有人看守 如果有人想要放入非法程序 完全可以在这段时间操作 经过调查 确定爆媒国没有撒谎 不过机房的录像只可以留存一周 已然是查不到有用信息了 传唤的法定期限到了 赵继凯被放了出来 李一堂来到公安局接赵继凯 她觉着安妮是故意在找慧玄和赵继凯的事 所以话里话外并没有顾及闺蜜情谊 对安妮一顿数落 安妮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觉得她有些莫名其妙 赵继凯回到家后 趁着李一堂做饭的时候 偷偷离开了家 因为老A发来了短信 她按照短信内容到了指定地点 发现肖木恩在挖坑 原来老A竟然是她 赵继凯来到检察院自首 主动交代自己与前天心的关系 之前检方收到汇权集团 泄露用户资料的举报信 就是出自赵继凯 在看守所中说自己不懂网络是假的 而至于张小北的绑架案没有承认 她只是将张婉如的事情 告诉主播边秋秋 用舆论影响小北的思考 让其无法专注于前天心的案件 老黑被公安局逮捕 何鲁元审论了她 原来老黑就是赵继凯雇佣的黑客 虽然她没有什么文凭 但是在编程方面拥有很高的天赋 之前就是因为非法散播病毒被抓了 与赵继凯关在同一间牢房 赵继凯深知 这个人对自己有价值 便非常照顾老黑 因此也就成了过命的兄弟 自此出狱后 便一直为他做事 李一堂来到公司后 听说了赵继凯自首的事情 此时此刻的她才反应过来 赵继凯一直在欺骗自己 原来她早已经准备好自首了 考虑自己与赵继凯的关系 也不想让同事在背后说三道四 李一堂将辞职信交给尹慧全 希望她能够同意自己的决定 尹慧全看她如此坚决 也就没有挽留 尹慧全召开了高管会议 希望大家都能够同舟共济 与集团共度难关 会议中 她还宣布了一件重要事情 鉴于肖穆恩对慧全的付出 将自己名下5%的股份 转交给肖穆恩 以此来调用所有人的积极性 李一堂约见了安妮 说出很多涅儿的话 她始终认为 安妮针对赵继凯 于是李一堂正式跟安妮宣战 她深爱着赵继凯 所以会为了她不顾一切 就算是失去姐妹也无所谓 肖穆恩成功坐上了 慧全集团总裁的位置 算是替代了赵继凯的地位 尹慧全让她继续在 赵继凯的那间办公室 肖穆恩欣然接受 毕竟此事刚刚上位 不好提过多的要求 为了庆祝自己的升迁 她主动邀请安妮等人 来自己家里庆祝 因为大家工作的原因 暂定为周六的晚上 安妮虽然不理解李一堂的举动 但还是很惯念她 于是她拜托汪小娇 多关注一点李一堂的情况 汪小娇很坦然地答应下来 李一堂的事情 自己会多上心的 另一边 李一堂来到看守所 了解赵继凯的近况 为后面的法庭辩论做好准备 不过她还是很疑惑 赵继凯为什么就忽然自首了 而赵继凯此时回想起来 被埋的那天 原来钱天心是肖穆恩的姨妈 因为赵继凯的无能 导致钱天心被捕 多亏了钱天心 为赵继凯说情 肖穆恩才没有做掉她 可现在肖穆恩 以李一堂的性命做威胁 让她选择自首 将所有的事情 都归咎于隐晦全身上 这样大家的损失才能最小 这一切的经过 赵继凯并没有告诉李一堂 即便如此 李一堂还是留恋他们彼此的感情 赵继凯留给她的钱 她会全部用于辩护上 另外 她还要查出老A的真实身份 即便那样 会使自己陷入深渊之中 为了查清楚网贷的事情 韩轩以身涉险 在测试信息泄露原因的时候 故意借了一笔钱 利息竟然高达60% 事后 因为有意拖延还款 被不明身份的两人 堵在一个胡同里 韩轩装作很老实 没有钱还他们 就被要求玩游戏刷装备 通过爆出稀有物品来还钱 显然这种形式 相当于换汤不换药的网络赌博 事后 安妮突然明白了 赵继凯为什么会瞄准网影少年 只有通过这种操作 才能死死地帮助玩家 为他们创造无尽的价值 安妮和韩轩 第一时间去找郭检汇报情况 郭检了解情况后 让安妮联系和陆元 用公安的力量 尽快铲除那些 还在运营的催收机构 周六的晚上 安妮赴约来到肖默恩的家里 汪小娇为了让两人单独相处 就故意没来 而且还关闭了手机 于是 两人就一起吃了晚饭 中途肖默恩接了个电话 安妮就随意翻看他书架上书 无意间看到一张照片 女人的脸被故意涂脏 就在他仔细查看的时候 肖默恩突然出现在背后 强行地抱住了他 安妮很不情愿 在挣脱之后就赶紧离开了 肖默恩看了看照片 脸上升起了争鸣的面粉 吴律师见到了钱天心 将李一堂的情况告诉了他 目的就是 从他口中得到老A的消息 然而钱天心不会出卖老A的 即便他很爱赵继凯 吴律师还是努力地尝试 最后钱天心只提供了一个地址 让他一字不差地转告李一堂 在听闻地址之后 李一堂第一时间赶到那个地方 不过这里仅仅只住着一位老太太 在询问之后得知 阿伯根本不认识钱天心 更不要说老A和赵继凯乐 不过当他提到尹惠拳的时候 阿伯想起来什么 说到虽然不认识这个人 但是很久之前 有个租客叫周灵 疯疯呆地 每天念到惠拳的名字 李一堂猜想 周灵可能是尹惠拳的情人 另一边 罗小婷回到家后 惊讶地看到 父亲和徐市长在一起 他终于想起来 当初在抽屉里看到的照片是谁了 罗小婷很生气 甩下脸子 转身就离开了 罗江笑叫徐市长来到家里 本想着在女儿面前公开这一层关系 顺便说出自己 准备同慧权离职的消息 没想到女儿会如此反感 罗小婷一人来到公园里 担心 忍不住地给安妮打了电话 虽然安妮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不过 他还是希望罗小婷 能够接受他爸爸的意愿 无论从法律方面 还是以后的生活方面 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而且 随着年龄的增加 找个伴相互照顾 晚辈还能松心一些 安妮担心小婷 想要过去接她回家 何路元接过电话 让她发个地址 联系张小北去接 罗小婷同意了 何路元告诉安妮 女生难过的时候 需要男人去 张小北在公园找到了罗小婷 劝说着将她送回了家 见到父亲后 只问了一句 他和徐市长什么时候在的一起 罗江笑发誓 同未做过对不起妻子的事情 他们是在妻子去世 多年之后才在一起的 罗小婷接受了这一切 让父亲约许是 闯到家里来 当面和他道个歉 安妮等人提审了赵继凯 从口中获知道 他与钱天心的感情是 安妮不清楚 为什么要对李一堂那么心狠 而赵继凯却很清醒 他所做的事 为了保护他而已 赵继凯明确透露出 钱天心并非老A 不过老A的真实身份 也没有交代出来 他对安妮语重心长的 说了些奇怪的话 暗示安妮看男人的眼光 比不上李一堂 安妮对这些话很迷惑 赵继凯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向李一堂 好好学习一下 毕竟感情不是玩笑 提审工作完成后 安妮去家里看望老师 在交谈中 罗江笑突然问起 他与肖默恩的情况 安妮没想到 老师竟然关心起 自己的感情问题 他如实 把两人的关系相告 自己也和肖默恩解释清楚了 罗江笑顺便提醒他 万事要小心谨慎 尤其是情感方面 切勿操之过急 安妮好像听懂了 但又没完全听懂 罗江笑也就没多说什么 通过肖默恩的努力 慧权集团的融资有了眉头 为了奖励他的功劳 尹慧权将名下的部分股价 转移给肖默恩 他深知 自己已经该退下了 而自己的儿子尹天成 玩世不公 根本就接手不了集团 所以他希望肖默恩能够代代他 肖默恩理所当然地答应下来 之后的日子里 肖默恩开始巩固自己的集团地位 他通过手段 让那些元老签署协议 迫使高层能够在思想上 与自己保持高度一致 尹天成也开始到慧权工作 这天他去公司楼下 给同事们买咖啡 一个不小心的碰撞 却被女孩诬陷为故意摸人家 此事很快被人发到网上 闹得沸沸扬扬 警方接到报案后 来到咖啡馆调取监控 查实尹天成是被冤枉的 可这件事对集团的舆论很大 由于受不了同事们的指指点点 他索性拽下公牌走人了 集团董事们对他的表现很不满 要求撤销尹天成的职位 肖默恩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表面上劝导董事会 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他所设计的圈套 因为此次舆论风波 董事会对尹惠权非常介意 认为他将儿子安排进集团 就是为了架空众人 经过收集大家的意见 决定让肖默恩加入董事会 肖默恩表面上显得难推其就 而心里早已觉得这是顺理成章 李一堂回到江城 肖默恩故意在机场等他 在装作偶遇的情况下 主动送他回家 李一堂没有多想 直接上了他的车 肖默恩简单寒暄了几句 顺手将下药的水递给李一堂 他没有任何防备 在喝了一大口后 就昏睡了过去 肖默恩将车开到李一堂家的停车场 一直等到慢慢醒过来 李一堂虽然有些意识 但是要紧还没有消退 他在摁电梯的时候 没有站稳倒在地上 李一堂凭借仅有的力气 给汪小焦发了微信 不过只叫了安妮的名字 就昏死了过去 汪小焦听到李一堂的语音 察觉到出事了 他赶紧让陈永刚去找 在调取物业监控 没有发现李一堂的踪影 这时陈永刚接到汪小焦的电话 知道李一堂已经在医院了 就立即赶往医院 路上将消息告诉给安妮 安妮没有耽搁 让何路员送了自己过去 根据医生的检查 李一堂是过量使用了镇静剂 引发了急性中毒 医生表示会全力抢救 但是患者也许会留下脑壶后一症 安妮汪小焦 非常担心李一堂的状况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肖木恩彻底废话了 抒起了大背头 集团召开了董事会 要求罢免引会权 此事的董事会成员 基本都被肖木恩裹挟进来 肖木恩虽然一言不发 一方面是在等待时机 另一方便还是要先做做样子 毕竟他是引会权一手提拔起来 何路员通过李一堂的头发 化验结果发现 他有长期服用安定药物 他将此事转告给安妮 何路员认为 他很有可能是被动服用 而且通过调取机场监控 李一堂下机之后 乘坐了一辆黑色轿车 目前公安正在全力寻找车主 肖木恩到医院看望李一堂 在聊天的时候 他故意向安妮询问 是否有怀疑对象 看到安妮的表情后 才反应过来 不应该多问 李一堂中毒案件 被公解列为重点案件 因为有很大可能 与前天星团伙有关 而何路员查到了黑色轿车 是一辆临省报失的车 根据路上的监控 司机戴着帽子和口罩 由此推断李一堂 应该与此人相识 否则他不会上到陌生人的车辆 安妮认为 李一堂在这个时候去广东 可能是想 拿到与案件有关的信息 安妮深知李一堂的性格 如果他在那边 没有查到线索的话 必定不会赶回来 并且 他拥有的两张电话号码的照片 也很可疑 于是 安妮决定去到广东一趟 而何路员不放心安妮 毫不犹豫地 与其一同前往 他们来到广东找到了七婆 她将前段时间 李一堂打听的事情 如实相告 另外 还提到了尹慧权 根据七婆提供的消息 确定尹慧权 就是周思月的亲生父亲 所以 周思月对前天星的感情 就像是亲人一样 寒暄查到李一堂 记录的电话信息 其中一个卡号 一次性充值过上万元 这让他很是怀疑 安妮第一时间拨通电话号 肖慕恩接了 双方均没有说话 肖慕恩像是 察觉到了什么 挂断后就直接关机了 他怀疑是安妮打过来的 但他是如何知道的 这个电话呢 难道是前天星 被判自己了 韩轩等人开始着 手绘权集团的境外人资 安妮认为 资金的来源有问题 于是回到家后 就开始从头分析案件 前天星以必死的决心 揽下来所有责任 明显就是 在搞公共凶手 所以 背后杀死张宛如的人 绝不可能是前天星 加之前天星 对案件详情模棱两可 也可以猜测出 他是为了保护赵继凯 而赵继凯到检察院自首 是为了保护谁呢 尹慧全被罢命 他的儿子被陷害 最终获利的就是肖慕恩 安妮终于想明白了 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就是肖慕恩 而他肯定就是 传说中的老雷 此时他收到了一条新闻内容 肖慕恩成为 慧全集团的董事长 安妮突然想明白 赵继凯等人 拒不交代的钱款去了哪里 安妮让韩轩调查了 肖慕恩的财产情况 可惜国内的数据库中 根本就没有他的任何数据 于是安妮又找到陈永刚 联系他才了解到 肖慕恩并非我国公民 而是南太平洋岛国公民 具体详情他也不清楚 不过他无意中听到过 肖慕恩的英文名字 叫埃里克斯 安妮第一时间和郭茧汇报情况 让公安系统的同志们 协助调查 肖慕恩来找尹慧全摊牌了 也是为了刺激他一下 直接说出周琳的名字 尹慧全很是震惊 他没想到 肖慕恩竟是自己和周琳的孩子 原来很多年之前 尹慧全过于家庭压力 放弃周琳听命于父母 导致周琳跳河自杀 而且肖慕恩曾经找过尹慧全 却被无情地打发走 这让肖慕恩内心种下了报复的种子 为了挣钱改变自己 他先是加入一个诈骗团体 再赚到第一桶金后 便去整容 然后买了外国国籍 通过攻读计算机学校 拿到硕博学位 毕业后他开始自己的计划 将国外的一切 交给最信任的钱天心 自己和回国创业 通过创立绿波 一步步地接近慧全集团 直至取代尹慧全的地位 韩轩通过调查 终于找到艾利克斯的信息 确定此人就是肖慕恩 而何璐元那边 与境外公安联手 查出肖慕恩整容的登记内容 证据链已经越来越完整了 足以证明 肖慕恩就是周思悦 尹慧全左右为难 他决定替肖慕恩顶罪 再告诉儿子 723案件幕后主使 就是自己后 就去找何璐元自首了 安妮提前安排韩轩赶过来 转告尹慧全 要相信检方 他们不会允许知名民企 遭受胁迫 事情即将会有转机 希望他能不要冲动 原来尹天成提前联系了检方 揭发肖慕恩的所作所为 并说出父亲尹慧全 迫于压力 要做稳正的事情 在就职的发布会上 肖慕恩提前录制了视频 进行播放 他自己并没有在现场 而何璐元安排人员 出发前往发布会 只不过他们扑空了 此时的肖慕恩 实时监控着现场情况 他看到警方闯入 以为是尹慧全举报了自己 另一边 尹慧全带着丁总 赶到检察院说明情况 他将肖慕恩 与自己的对话详细交代出来 丁总也因亲信肖慕恩而忏悔 经过董事会的投票 尹慧全继续担任 慧全集团的董事长 他也发现 如今集团内部存在很多问题 所以决定带领大家重新开始 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隐天成来接父亲 他无意间感慨 近期发生的事情 说到大人的世界不同于童话 这句话让安妮疲惑惯 他想到了 肖慕恩还资助过一个孤儿院 是否他会前往那 安妮第一时间想拨检测告 在联系公安协助后 他们立即前往了公益小学 肖慕恩提前给了女孩一张字条 安妮打开后 写着天台见 于是大家赶到天台 肖慕恩的确在那 他本想再看一眼安妮后 就跳楼自杀 在安妮的劝说下 最后他走下了天台 成功被抓 何鲁元深知肖慕恩 不会轻易松口 于是自己主动提出 换成安妮来谈 肖慕恩想知道 安妮从什么时候怀疑自己的 安妮没有回避 直接告诉他 从一开始就有所疑虑 真正确定下来 是在他家看到童话书里的照片 肖慕恩则说出 其实那一刻 他就准备好放弃了 不然 他们不可能这么轻易 拿到有关证捉 肖慕恩又问安妮 是否真正喜欢过自己 安妮明确回复 无论是肖慕恩 还是周思月 自己同位喜欢过 双方的价值观 永远都是背道而驰 肖慕恩找到了答案 也放弃了抵抗 完全配合安妮的调查 如实交代出自己的罪行 先从张宛如开始 当初排查到张宛如 发现他是内鬼后 根据组织规定 是不可能活着离开 所以一手策划了张宛如的车祸 之后用钱更换身份回国 通过利用赵继凯 顺利进入汇权集团 之后的事安妮他们 就不清楚了 肖慕恩一案开庭 检察院的同事们 观看庭审直播 这起案件历时半年 通过公安和检察院的携手努力 终于将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缉拿归案 庭审中 所有人都认罪认罚 唯独肖慕恩 在国外的一家基金组织 花仲金聘请了一名中国律师 让这场公诉碰撞得很激烈 法庭之上 安妮拿出张宛如在A国 交给自己的优盘 里面存储了大量犯罪组织的证据 不过辩方律师却开始狡辩 把这些证据定性为非法获取 这是采用的典型毒树之果的理论 也就是 果树受到污染 其长出的果实 自然也有毒 之后 审判长按照刘成 传统案犯李全上庭 李全交代 是受前天新指示 故意给张宛如舍的局 安妮还将赵氏司机的审讯视频 拿出来播放 证实了当时在场的就有肖慕恩 虽然他乔装打扮一番 但他脱掉手套时露出了手 就判断出对方并非老人 后续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对峙 为了让公正排在第一 庭中允许有多样的辩护方式 为了就是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而安妮处事不惊 以完美的措辞和证据链 逐一进行答辩 半年后 法院对肖慕恩做出判决 对其执行死刑 并处没收全部财产 照继凯恕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并处罚金1000万元 一切都尘埃落定 汇全集团逐步将负面影响降低 公司的声誉渐渐恢复 也有众多名企与之合作 陈永刚晋升为公司产品体验官 汪小娇也重回职场 开启他们新的人生 李一堂醒来后 独自一人跑去医院 来到曾与赵继凯初次见面的嘴巴 他虽然忘不掉赵继凯 但也欣然接受了一切 安妮到烈士陵园看望张婉如 将案件的结果说了出来 他终于可以领目 何鲁元也来到这里 在看望张婉如后 他与安妮一起离开 何鲁元听说 安妮因为这次工作中 亮眼的表现 被调去省检察院 尝试问下安妮的想法 安妮已经拒绝了 她从小就在江城长大 已经熟悉了这里的一切 何鲁元也没有继续追问她 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 在路上捕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